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强威生死恋》 拐卖人口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 有的小孩被拐卖成乞丐,有的女孩被拐卖成媳妇 即使在21世纪的现在,这样的问题依旧发生在各个角落 2014年,亲爱的引起了大众对于拐卖儿童的热烈讨论 2015年,徐骏的一部《强威生死恋》 为我们展现了拐卖妇女的故事 徐骏是一位很普通的导演 他的电影既没有华丽的场景、史诗般的剧情 也没有强大的明星阵容 仅仅凭借最贴近现实人生的故事来打动每一位观众 让我们重视起那些黑暗的小角落 整部电影的风格朴素,没有精细的摄影方式 机械化的色彩描述,它反倒像是一部纪录片 用最平凡的阳光和最单调的长镜头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被拐卖女孩的悲惨人生 孟小薇和李强是影片的男女主角 他们两个虽然相爱,但奈何生不逢时 最后落得天阁两人的后果 男女主角生在腐朽落后的农村 但身上已经有了新时代的思想 两个人的爱情可谓是山无棱、天地和才敢与君爵 整个画面虽然单调 但是格局让人觉得温馨而甜蜜 这恐怕才是真爱的诠释吧 父母的劝说村长的诠释 让两人的爱情变得岌岌可危 在那样一个腐朽的社会却拥有着超前的心灵和思想 不知是好还是坏呢 孟小薇和李强面对着婚姻的阻隔 一然而然地选择私奔 这样的勇气着实让人称赞 可是天不随人愿 孟小薇被设计卖给了大山外的傻子 过上了生不如死的日子 一辆车的擦肩而过 导致了孟小薇的人生走向了新的地狱 男主不可能聪明地救出被绑架的女主 而女主也不可能轻易地逃出地狱 这样的电影才是现实的世界 孟小薇从一开始地逃跑 挣扎到后来地接受现实 这是一个女孩的转变 更是一个世界的打压 看着洗衣服的孟小薇不觉得让人悲伤 那个意气风发的女孩子去哪里了 多年后孟小薇和李强再次相遇 一个变得成熟 一个变得人老猪黄 爱情却从来没有消失 让人打算再次私奔 村民的举报却成了另一个打击 这次的孟小薇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选择了自杀 如果说遇见李强之前 孟小薇还是心存幻想 那么遇见李强之后 她彻彻底底的绝望了 这个世界将一个女孩变成了一具尸体 可世界依旧麻木不仁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